现在民进党基本上他们有一个策略性的发展 这个策略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所有人的谈话和动作 事实上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你不能把林非凡的说法 视为是林非凡的个人的看法 因为不要忘记在之前 包含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佳 他也针对有关媒体红媒的部分 他也在这边做了一些强化 那更不要说事实上在这个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在立法的部分 他们已经针对比如说退休将领 比如说里长在跟这个两岸之间交流 他开始用了法律去做了一些钳制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就说 这是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征党 这事实上在台湾的内部 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有这样的疑虑 这个疑虑是说 包含比如说你对于退降的限制 甚至限制了人民的一个 它的迁徙的自由 那么还有有关媒体的部分 媒体的部分 你是不是甚至要钳制所谓的言论自由 还有你对人民团体 对个人都已经事实上是用立法的 未来可能用立法的部分呢 去减制或者截制 削减人民跟人民团体的自由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确实 为了选举 所有可以不择手段的 那么让人家最担心的就是 是不是你们现在要做 所谓的绿色恐怖 这是目前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大家最深层的一个引诱